開始 電話一大堆,訊息一大堆 有問題的直接再留言 抱歉,因為剛剛要開直播 所以電話都暫時沒接 那如果有問題要找我,請稍等一下 或者是直接在影片中留言也可以 來,我們今天下午 要跟車友們介紹的車款 是 BMW F20 那這個底盤跟 F22 或者是 F30 F4 帶的三系列 其實都差不多是公用底盤 但是他少掉了屁股 所以他的後部是比較靈活 比較輕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 這款的話 KT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設定 也前面的話 其實也有做一個沿用原廠上座的版本 但是啊 這台車如果 第一批、第二批的話 可能大概2013、2012年左右 他的車輪 就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像這個上座的話 我們如果拆下來沿用 其實也不確定 是不是OK的 所以 KT 的話 後來也有把它轉成直捲式的安法 然後做一個專用的強化上座 所以今天要裝的版本 就是沒有要沿用原廠前面上座的 但後方的設計 就一律要沿用原廠上座 好 那這一台的話 有一個安裝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但這個是等一下階段才會講 因為這個地方 常常有店家 可能不太了解 這個 我們為了這個設計啊 還做了一個使用的說明書 好 那待會再來介紹後面好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它的上座 如果M版的話 它有五顆螺絲 或者是小改款之類的 那這個是F20的小改款 它應該是2015年左右的啦 2015年左右 那比較早期的話 上座的話它就沒有分 那後來的話有五顆螺絲 可是如果改成強化上座的話 都是可以共用的喔 那它的前面避震器 本來是母孔 母孔會改成公孔 然後KT的話有附螺絲 然後也會附螺帽 那我再確認一下 那我記得這個 前面的避震器 好像也沒有分左右邊 沒錯 來這個世代的齁 正常來說啊 這個是前央角的固定箱 一般來說啦 它可能會 一邊左邊一邊右邊 但是這一支避震器 還有上座很特別喔 跟Golf一樣 它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左邊右邊 倒不到也沒關係 但是 如果改裝成魚眼上座 就有分方向 因為魚眼的溝槽 是要跟車身呈現90度的 它的Camper調整的時候才會精準 好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我們配這個彈簧公斤數 是配8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11公斤 沒錯 有的車友如果看過經理直播的 有講過日系車的話 後面可能都配像Raffle一台那麼重的話 才配6公斤耶 那這台車這麼小 怎麼後面會配11公斤 是不是經理有講錯 其實並沒有啦 因為它後方彈簧的擺設位置 是比較偏向支點 那再加上它是後驅的車款 所以它的後方的彈簧重量 每一台車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這款車的話 我們是配置11公斤 那這一個是上方 它彈簧上方的話 有一個金屬的基座 這個是金屬的基座 這個基座的話 到了G20的世代 這個像這樣的零件 都已經改成是 更輕量化的塑鋼的材質 也不只是BMW啦 像是之前在 Mazda 3 最新款的Mazda 3 這個這樣的零件 也都已經改成是塑鋼的材質 好 那這款車是BMW 它是一個很經典的歐系車 它的底盤 原廠的避震器 就有相當相當不錯的水平了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這個彈簧要拉住它的阻尼 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 這個跟日系車壓起來就不同了 日系車的話 它就會做得比較舒適 但歐系車的話 基本操控的一個感覺 一定要有 這個是它後方的阻尼 它行程其實也不長 這個阻尼都還做得還蠻強的 但是還是比 賓式的W205 W213還要弱一點 W205的阻尼都做得太強 所以低速的話就會太顛 但這台車的話 原廠避震器不會太顛 原廠的話就還蠻舒適 只是它的彈簧的配置的話 還是一般舒適為原則 所以它的側傾幅度的話 還是稍微來的有點大一點點 但基本上它的操控 就是一個很經典歐系的小車 好 輪胎旅程就不介紹 因為這個都還原廠的規格 來 這個就要特別講一下 那我們先從後面來開始講 這個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是撞在上方的 但這個沖壓鍵 原廠的沖壓鍵 它本來是砍在一個上部板鍵 它是砍住的 所以這個要拿下來 一般會誤會以為 拆不太下來 但是一次啊 稍微從這個縫隙裡面 稍微翹一下 它就整個會掉下來 所以這個是記得要把它拿起來 F20到現在的G20 G20也都一樣 這個基座 Hiroki是放在上方的 那這個機構的話 是記得要拿上來 拿下來 那它下方的話 有一個原廠橡皮座 那個基座的話 就要沿用原廠的 拍不到吧 可以 按按的拍不到 那這個是調整機構 然後這個上座要沿用原廠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從這個地方可以調整阻尼 那這個防塵套的密合度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台車跟早上我們說的馬五 比較不一樣 這台車 雖然統身如果一旦說得太短的話 也會有一個安裝上的失誤 但是它的調整長度的話 就主要調整到彈簧 不會搖晃就好了 所以這台車拆裝 是不需要再拆內裝 因為它上座的三顆螺絲 就從下方往上鎖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把BGC拆下來 那它下方的話 有一個下護板 下護板的話 會最後才安裝 傳動走 所以這個是 這台F20是後驅車款 二系列的還有一個F45 F45就是前驅車 這款車是二系列的後驅車款F20 它的代號不同 那像這樣的車系 它的後方的Camper角度 還有竖角的話 都是能獨立來做調整的 所以定位角度的話 能變化的比較多一點點 這車小車也很漂亮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面的 前方的話 這顆應該是1.6升的渦輪 都是渦輪化的 F4代的話都渦輪化了 直式的 這個到了要小改款之前 要大改款之前的F20的話 有出一台M140 那顆引擎也很厲害 B58引擎 是一系列裡面 動力最大的版本 改裝潛力也非常兇 3000cc 直列六缸 單歐輪 那它的前面上座在這個地方 這個算是一個 橡皮的防水防塵罩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先開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KT的話就是附這樣的總層 從這個旋鈕 往順時針的話是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來做調整 這裡剛好引擎蓋可以看到 這顆就是這台116的渦輪 也有改了進氣 進氣的硬管 好那我們來介紹避震器好了 前面的話 它的機構還蠻單純的 因為它在避震器上 腳座的一個周邊 沒有一個多餘的固定點 它把所有的油管架 還有ABS感應線之類的 都是固定在仰角這邊 唯一在腳管上方的 有的就是這支離載串 那這個離載串的話 我們只要把它的角度 調到跟原廠一樣 就可以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上方的這個彈簧是配8公斤 那這款車 因為資金底之前也開大概相同的車系 如果啦車門這台車 如果啊有改多貨塞卡錢的話 前面這一支連桿的鐵套 這個鐵套的話 會建議大家換成 好像這一台的話 可以換成F80F82的10星的鐵套 這個都已經有改裝品了 或者是Hard Race應該也都有做 因為這台車如果改了煞車之後啊 它的煞車踩得比較 它會把力道引力集中在這個鐵套 所以它鐵套很容易就會破損 所以如果這台車有改煞車的話 建議大家這個鐵套 一併把它換成一個10星的規格 它原廠算是一個有間隙的啦 那M3的規格它就是整個都是包覆的 所以它的耐用度就會變得好很多 我幾乎不太會壞 那前面的調整方式 是靠桶身的長短去改變 如果要調高的話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逆時針旋轉 我們把它旋長 它的側高就會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還蠻多的 那KT用料的話 我們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是一整桶 大概200L吧 是意大利進口IP的主尼友 至於油封的話 攸關到壽命最重要的主尼友油封 我們所使用的油封 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款F20的話 Tim的品牌 日本最大改裝便宜的品牌 Tim的話 它也有做支援的車款 Tim所使用的油封 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OK 那今天F20的介紹到這裡 還是一樣 在影片當中還是要告訴大家 KT的話 不論從北 台灣的北中南 我們的經銷商 我們的店家 都有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所以如果 車友們有想要比較避震器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編預約來試乘 試乘之後 覺得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 BMW F20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